去年10月,以下最激动人心的引力波观测被宣布,天文学家见证了两颗中子星的碰撞,这是第一次将标准天文观测与引力波结合在一起的观测,这一事件被称为GW170817。 当时,天文学家并不确定这次宇宙碰撞产生了什么,中子星的合并可能导致一个非常重的中子星或一个小黑洞,新的观察澄清了这一点。 根据对该区域的X射线观察,GW170817的最终产物是一个质量约为太阳质量2D7倍的黑洞,研究结果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法之快报上。 去年8月17日,三个引力波天文台L.I.J.O.和Virtle的研究人员,发现了中子星的合并,发现了信号来自的位置,并通知了地面上的天文台,和世界各地的天文望远镜,以别他们也能观察到它。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,前德拉天文台是美国宇航局的X射线仪器,它立即开始观测,但直到事件发生9天号, 才发现来源,之后又设法的事件发生15天和16天后自行跟踪,在这一点上,远移到了太阳的后面,但是在事件发生后的110天和160,天后又被观测到。 这些万千石后的观测,给天文学家提供了足够的信息,计算出合并后残骸的真实性质,中子星合并形成黑洞。 如果这两颗中子星产生了一颗更重的中子星,他们就会观察到明亮的X射线辐射,中子星快速旋转,具有很强的磁场,就将加速粒子膨胀的气泡,从而产生高等X射线,但观察结果却有所不同。 在110天和160天,观察到的X射线强度彼此相当,比中子星产生的X射线强度第100倍,研究小组认为,观测到的X射线辐射来自于基波,这次合并所带来的能量,正通过周围的材料,如银棒,加热气体,时期发光。 他们说,这证明了GW170817的结果,是一个黑洞而不是周子星,以利波观测和传统方法的结合,被称为多新世间文学。 尽管它还处于起步阶段,但它有望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宇宙观,在升级工作完成后,L.I.J.O.Govir的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,恢复他们的以利波探测。 美国语堂局科学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